还有县福劳工处是委托宜兰社区大学 办理绿色工作研习计划 将会办理100小时的友善耕作农夫培训课程 并也已经开始受理报名 只有30个名额 欢迎有志从事绿色工作生涯的青年 能够共同来学习 带上斗笠拿着锄头 劳工处长刘富美和宜兰社大校长林亭贤 今天都亲自下田体验友善耕作 借此呼吁更多人加入梦想新农的行列 友善耕作菜鸟招募中 最主要是希望来背拥到我们年轻的农民 而且是说我们二次秋月的朋友 可以投入友善耕作的绿色资厂里面 这是一个好的头脑 可以生产的很好的生品 东西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農地 这次呢 我们在开办友善耕作蔬菜班 我们将在现出时就开始来接受报名 一定要在五月二日开始开口 我们今年的蔬菜班要招生30个人 我们的课程里面有包括友善的耕作 还有产销合作 还有一个就是蔬菜的加工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都在星期日进行 欢迎我们的有心务农的青年朋友 或者是中高龄的妇女朋友都可以 欢迎来报名参加 老公初表示宜兰是国内第一个推动梦想新农的县市 学员节训后如果想要投入农业生产 县府也会协助媒介 帮助学员取得耕地 实际投入农业职场 伊安县政府推动梦想新农 这个事情在全国可以说是首创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有机蔬菜种植的这个趋势 那么也希望给民众一个尝试 那相关的就业资讯 其实目前劳动部也有相关的职缺了 所以这个是新兴行业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 绿色工作研习计划 从今天起受理报名仅有30个名额 有意参加的民众可以直接上宜兰社道网站 或亲自到社区大学报名 宜兰新闻记者赖福昕怎么不到